第十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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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阅读复习本课文本 Now, it's time for questions Question 1.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article? 看到询问大义题,我们就知道要用skimming的技巧快速浏览 发现在第三段是在介绍Bokashi Composting的步骤 因此先回到一二段的手末句来找大义哦 我们看到左栏第一段,快速浏览过便知道第一段点出城市居民对处理厨余的故技 提出Bokashi Composting, Bokashi堆肥法 特别看到最后两行,Bokashi堆肥法替各地的居民提供一个可长久施行且无臭的厨余处理法 接着我们看到右栏第二段 一样用skimming找出这种墨具去推测本段的内容 第一句我们得知Bokashi是快速有效率的堆肥方式 墨具也告诉我们它和传统堆肥的不同 可以快速处理需要长时间分解且会发出恶错的事物 所以在第二段谈论Bokashi的效率与特色 那我们就回到第一题选出最符合大译的叙述 关于大译题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选出最像topic sentence的叙述 也就是最能代表整篇文章的句子 顾不能选择细节或文章位提及的概念哦 那我们来看A选项 A选项说Bokashi比传统堆肥好 虽然文章有提到Bokashi比传统堆肥有效率 但为特别提及它比传统堆肥法更好 或是它是所有堆肥中最佳的概念哦 而且本文它没有注重在Bokashi和传统的比较 那B选项Bokashi堆肥法提供都市人更好的生活品质 文章只提到都市人所担心的厨余问题 可以以永续无臭的方式解决 没有特别强调它提升了生活品质 那C选项Bokashi堆肥法是都市里减少厨余的最好方式 本文没有说它是最好的方式 反而它提到了D选项 Bokashi堆肥法以简单永续的方式 帮助都市人处理厨余 那Disposal在这里它是清楚处理的意思 那这个叙述没有错 因为我们刚刚在第一段的最后一行有看到 Bokashi composting offers everyone the opportunity to dispose of food waste in sustainable and stink-free way 那就是完全符合D的叙述了 所以这题答案是D 你答对了吗? Question 2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Bokashi composting is true? 那我们看到选出正确迅速的题目马上判断要用 Scanning 扫读的技巧 请那张题目的关键字画起来 A选项在最下方的部分 关键字cost nothing 不用任何花费 还有pass free 没有并宠害 我们就可以找和花费相关的字词 那看到左边中间的部分 All you need is a Bokashi bucket and a special fermented Bokashi brand Best deals online 就可以知道 其实是需要先上网找最划算的Bokashi bucket和brand 有词可知它是需要花钱的 接着我们看到右边B选项 平均说来至少需要8周的时间 循着关键字的时间 找到左边文本时间相关的字在第三点 Wait around 10 days until the waste in the bucket is thoroughly fermented 要等大概10天 直到同理的出于完全发酵 还有第四点 两个星期后就可以拿来种植物了 那我们知道整个过程 就只需要10天再加两个礼拜 大约24天的时间 根本不需要到8周哦 我们接下来看到上方的第一选项 Bokashi有方效过程 也需要特别的设备和材料 循着关键字 Verment, Equipment和Materials 看到左蓝的第一行 With the right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和往下三行的 A Bokashi bucket and the special fermented Bokashi brand 再加上我们上一题有读到 要等10天厨余在桶内完成发酵 就知道确实有发酵过程 也要用到特别的器材和材料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选项 当湿度增加 它分解厨余的速度更快 一循关键字 Moisture 我们要找跟湿度液体相关的字词 看到左蓝最下方 Avoid large bones and too much liquid 还有右蓝的最下方 Drain off the liquid 我们知道力感水分 避免发出恶臭 根据内文 就是要避免过多的水分 而不是增加水分哦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是C 你答对了吗 Question 3 Which following types of food waste should not be added to the Bokashi bucket 我们把题目的关键字画起来 思考文章的第几段 有提到food waste的注意事项 然后用scanning寻找关键字 那不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三段的第一点吗 大骨头和过多的液体都应尽量避免 所以我们来看到选项 A Fish bones 鱼骨头不算太大骨头应该可以 B Coffee grounds Cafe jar 不是骨头也没有太多液体 所以可以 C Chicken soup 可能有大骨头 而且有太多的液体 它不该进到Bokashi buckets 那D选项 Roast lamb leftovers 烤羊肉的厨余 这是没有骨头的那种羊肉 那也没有太多液体 所以可以 那这题的答案就是C 你选对了吗 我们要将一下图片排序 来呈现简易版的Bokashi堆肥过程 在这个素养题 先简单看一下图片 从左边看过来的第一张 它像是把Bokashi brand 所谓的康倒进厨余中 第二张是挖图准备种植 第三张是种植作物 最后一张是厨余在Bokashi bucket里 那根据我们对文章的了解 来到第三段寻找对应的步骤 看到文本步骤一 Place any food waste into the bucket and press it down 把厨余放进桶子里并加压 那对照就像是最后一张 也就是最右边的图 接下来看到右边步骤二 Sprinkle a generous handful of brand over each layer 每一层都要撒下大把的康 那就是第一张图咯 最左边的图 来看文本的第三点 Waited around 10 days 等到完全发酵约10天后 将桶内的发酵物倒入堆肥 或是各种盆栽容器中 那对应的应该是左二的产字图 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的第四点 After just two more weeks 再过两周堆肥将转化成土壤 并可种植植物 那符合的应该就是右二的萝卜图 最后我们再确认一次顺序 首先应该是将厨余放入 Bokashi buckets进行堆肥 第二步是将厨余的每一层 都撒下大把的糠 第三是将发酵物倒入堆肥 或容器中 第四是堆肥转化成土壤 可以种植植物 那这一题你答对了吗 根据你从这篇短文学到的 请列出main使用Bokashi失败的原因 那这个段落就是说明main的使用状况 往下看题目的部分 Can you do some troubleshooting for me? troubleshooting就是处理难题的意思 那接下来它下面列了三个错误 请同学根据情境填空 那我们将下列的错误 underline keywords 循着put,bucket,还有sun 再回到这个情境 依照关键字我们看到第四行 She puts daily food waste like pios,pasta,egg shells,chicken and expired yogurt into the bucket 我们知道要避免 大骨头和过多液体 作为Bokashi compost 所以必须判断哪一项 出了问题 果皮,意大利面,蛋壳,鸡肉 和过期的优格 看起来优格是最有嫌疑的 因为它含太多的水分了 因此第一题 我们就可以把expired yogurt填进去 接下来第二题 按照bucket,sun,关键字 找尋地点 往下一行就会看到 I left the bucket on the balcony 在文本的第三段第二点 有提到要将bucket 放在阳光无法直射的地方 而且要避免过于极端的气温 放在阳台很可能说要阳光曝晒 也可能温度过高 因此我们第三题 就把on the balcony填上 那Amy犯了错误 综合以上的错误 结果是 After two weeks Bokashi compost developed a bad order 那各位为了不重蹈 Amy复彻 如果你们要进行Bokashi composting 记得要仔细遵循文本的步骤 祝大家 Happy Bokashi! 那今天的阅读 讲解到了尾声 各位记得阅读不坏物 要用skimming的技巧寻找大意 用scanning的技巧来找关键字寻找答案 不论是阅读理解还是素养题 都能迎刃而截哦 那就请同学多多练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